新北市中和有位妈妈在网络上面发文 但是她的标题很吓人 写着警察杀人 她说骑机车载着女儿行进之间 这水壶不慎掉落了 但是警方都还没有确认 照事原因当下就先问 女儿这水壶是谁的 不现在警方做出澄清了 说只有口头询问事发经过 并没有做笔录 他们也强调了 这是误会 一切都有依照规定来处理 骑车骑到一半 妈妈突然停下来 后方女儿摸着自己包包 原来是水壶掉了 而往后一看 就要是有缘发生车祸 骑士自身因为地板上 突然有水壶才害她跌倒 妈妈骑机车 在女儿行进中和的华兴街 但女儿的水深水壶 却突然掉落地上 疑似因为这样害的 后方骑士惨衰 但妈妈不满 警方到场都还没有厘清 事发原因 就让这身问女儿 这水壶是谁的 根本是引导式问法 妈妈在网络上po文 控诉警方为何要质问 未成年的女儿 但警方解释 女儿未满十八岁 现场也没有做笔录 只是问对方水壶是谁的 上头压痕痕跡 本身就存在吗 全程口头讯问 那本分局澄清 并没有这一种情势发生 我们反而是 告知双方应有的权益 及辅导他们去申请出判 来理清确切的 责任以保障双方的权益 水壶害衰 让妈妈大动肝火 认为女儿被恐吓 扬言要提高警方 受伤的歧视自身 因为这瓶水壶才害她受伤 偏偏监视器距离太远 没有拍下当时情况 前世目前也还没有提高 咒责还有代理清 记住众报道 对限时 hung发生 电视频深入 本是确实众